今天的1600说新闻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美国前国务卿 静辛吉辞世 也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 静辛吉他有外交教父之称 过去半个世纪 他综合全球的外交舞台 在他心中世界就是一盘棋 而他就是那个代表美国 精打细算的棋手 全力为美国谋取最大利益 我们先来看一下 静辛吉的生平 他是在1923年的时候 出生在德国的 这个犹太人的后裔 那么他呢 后来是在1943年的时候 规划成为美国的公民 那么到了1957年的时候呢 他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核战争与外交政策》 因为主张有限度的核战 而一炮而红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呢 他是从这个德国移民到美国的 因为1938年 在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前呢 全家人就赶快离开德国 后来就来到了美国 在1943年的时候 取得了美国籍 静辛吉曾经在美国的陆军当中服役 战后呢 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 他非常的聪明 在1954年的时候 获得了博士学位 而非常有趣的是 他的这个论文呢 关注研究的主题 就是呢 在这个欧洲 在19世纪初期 初期中期的时候呢 当时奥兽帝国的首相 非常有名的外交家 叫做梅特涅 他当时呢 是如何的主持这个威尔纳会议 以及后来如何的在大国当中哦 合纵联合 那么联合大家来做这个权力的平衡 避免战争的直接爆发 那么从这个论文当中也看出了 他日后呢 在整个国际政治操作的思想 他其实也是非常重视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 好 那我们看到呢 他在1957年出了这本书 《一炮而红》之后呢 后来他就得到了这个 当时在1969年 竞选总统的尼克森的赏识 邀请他 延览他加入竞选团队 从此就开启了他的从政生涯 而他在权力最高峰的时候呢 他曾经担任了美国的国安顾问 还担任了美国的国卿 而且我们看看这个时间 是有重叠的 这个在美国的政治史上 真的是非常罕见 也足见呢 这个尼克森对他非常非常的信任 而他也是国际政治 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 所以国际现实主义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所有的外交政策啊 最后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追求美国利益的极大化 今天有时候要忽略道义 要牺牲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 也必须要做出痛苦的选择 我们看一下 在外交关系上 他的一些大事迹哦 包括了在1973年的时候呢 这个是越战时期 他弹成了这个巴黎和平协议 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呢 他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他的争议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还有呢 在这个中东1973年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穿梭外交 协助稳定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以及呢 苏联的部分是在1972年 他促成了美苏对话 签署了这个核武管制条约 不过让台湾最有感 甚至让台湾最痛最痛心的事情 应该就是这个了 就是在1971年的时候呢 他主导了整个美国的 对中国政策大转向 基辛吉那个时候认为 美国应该要拉拢中国 一起来对抗苏联 美国才能够打赢冷战 所以在1971年的7月9日 基辛吉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那么这次的行动代号叫什么呢 叫做波罗一号 这是一个秘密的访问 波罗就是取这个意大利的商人 马可波罗访问中国 有这个一个探寻中国的意味 他当时假计要访问东南亚 故意把行程排得非常的无聊 让媒体兴趣缺缺不想跟他 途中又说他肚子痛需要休息 甩开了所有的媒体 基辛吉就悄悄的从巴基斯坦 搭乘专机秘密的飞往北京 在北京停留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 就跟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展开了会谈 而这次的秘密会谈呢 是两个国家20多年来首次的接触 不过呢 紧接着就是中华民国的噩梦的开始了 因为就在基辛吉访问中国三个月之后 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 那么紧接着呢 在1972年就是隔年的2月份 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 美中呢签署了上海公报 那么这个上海公报的内容 现在大家都非常的熟知了 就是台海两边都认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美国政府对此立场 不提出异议 那么还有就是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 那么美国也同意 在台武装要随着这个情势的和缓呢 要全面的撤出 那么其实这个公报呢 对台湾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呢也不可讳言 不管台湾喜不喜欢 它的确是定调了未来半个世纪 一直到现在整个美中台三边的 关系的一个架构 那么紧接着 因为我们看到这整个大事的发展呢 就是美国跟中国开始交往 也才有了一直到后来六年之后 在1979年1月1号 台美断交美中建交 这样一个整个局势的转向 还有发展了 好那我们继续下一页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这个季辛吉 他这辈子访问中国大陆的次数非常的多 据说呢是超过了百次 可见呢他跟中国的关系呢 是非常的友好 那我们就要继续带大家来看到 在今年的2023年7月21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以百岁高龄之姿 还再度的访问了北京 那么当时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就准备了这个非常丰盛的寿宴 要来宴请季辛吉 我们来看一下呢 当时的这个寿宴的排场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央视还特别做了报道介绍 仔细看看在这张桌子 这个是在钓鱼台宾馆五号楼宴会厅 那么这个呢是山水化 是全部都是用鲜花铺成的山水卷轴 要象征呢这个美中友谊四水浮寿如山 还有呢在这个桌上有一颗非常大 而且是很精致的寿桃 这个大寿桃里面有90颗小寿桃 而且在旁边呢还有另外的9颗小寿桃 加上中间的这个大寿桃 加起来刚好是100颗寿桃 也象征着季辛吉过了百岁 要助他身体健康 还有仔细看看这个山水卷轴的中间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呢 这是一座拱桥 这个鲜花化卷还有拱桥 象征的是美中的友谊桥梁 也代表着季辛吉当年呢 为中美两国搭起这个友谊的桥梁 还有在这个餐巾簿上啊 还特别用这个葫芦哦 做成的木雕 象征福气的一个小礼物哦 这个菜单呢 也复刻了1972年尼克森访中的这个菜肴哦 那么当时呢 也是兵主敬欢 不过这样子的画面哦 看在这个美国白宫的眼里 也不禁让他们叹气哦 那么有媒体甚至形容说 布林肯可能都要哭哭了 因为布林肯在这个尼克 在这个季辛吉访问中国之前 其实也才去了中国访问 但是他当时的待遇 也并没有像是这个季辛吉 这么的高哦 所以呢白宫也忍不住说啦 哎呀这个季辛吉呢 是美国的一届公民 但是呢 还能够见到当时的国防部长 李尚福哦 那么当然也是希望说 这个为什么他们的官员 那个时候其实都见不到 哎呀也是让大家呢 觉得这个对比呢 也未免是有一点明显了哦 那么不过也可以看出哦 这个中国呢 对于这个季辛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不过呢反观 其实他访问了中国超过100次 但是他从来没有来过台湾 那么前副总统吕秀莲 他就分享了 他其实在1995年的3月13号呢 曾经访问美国跟季辛吉 当时有碰过面啦 那么当时呢 这个旅前副总统呢 他就说 哎 יה יה 없습니다る 这个季辛吉有机会 你要不要来台湾走一走 当时季辛吉就开玩笑说 如果我去台湾 会不会给我丢鸡蛋呢 那么这个旅前副总统就说 不会啦 不过呢可见 当时季辛吉对于台湾呢 他其实是心虚的 也知道所有台湾人 应该是不喜欢他的 那么基辛吉过世之后 其实各国也有不同的追悼悼念 包括了中国就赞扬他对美中关系历史性的贡献 称基辛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俄罗斯则是说基辛吉是一位 明智有远见的政治家 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德国就是他出生的国家 就是说他一直与他的祖国德国保有联系 世界损失了一位伟大的外交官 而日本也说了 基辛吉为区域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包括了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不过我们看一下 现任的白宫的总统还有官员是怎么说的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了 基辛吉他具战略敏锐性和才智 没有人像他一样行诉历史 倒是美国总统拜登 他讲话就比较直白了 他说基辛吉有敏锐非凡的才智 跟深刻的战略重点 但是他也说了 他跟基辛吉啊 常常意见不一致 激烈的辩论 这个他们的立场呢 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呢 不管怎么说 基辛吉他这一辈子充满了争议 但的确在过去这半世纪的国际关系 他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开启了这个美中 美国这个拥抱熊猫派 友中的这一派的一个代表 跟中国友好交往 不过近年来呢 美中关系也发生了巨变 变成了一个竞争的关系 那么随着他的过势呢 其实很多人也说 这也象征着 美国拥抱熊猫派的这一派 友中交往路线呢 随着他的过势 也逐渐的翻页 逐渐的视为了 好 这就是今天的1600说新闻